中文字幕——YK 电视金球奖上 一个华人的名字震惊了世界 她就是赵婷 她的作品《无一之地》 问鼎了金球奖剧情类的 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导演奖 赵婷也因此创造历史 成为首位或该奖项的亚洲女性 其实整个颁奖季 这部《无一之地》都视如破竹 把各大奖项收入囊中 建置下个月举办的奥斯卡 这部由东方人操刀的独立电影 为什么受到西方各界的盛赞 和疯狂打扣 这部小成本的文艺片 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本期电影时光机 我们就来打开 这部创造历史的电影 《无一之地》 福温是一个年过花甲的女人 脸上挂满岁月的沧桑 骨子里有一股坚韧和倔强 她和丈夫本是美国 昂皮尔小镇上的石膏板工人 因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 工厂倒闭 两人下岗 昂皮尔小镇因工厂而生 也因工厂而亡 而在不久之后 丈夫也因为生病离开人世 福温膝下无子 无依无靠 为了谋生 她收拾行李 开着一辆房车 离开了小镇 她到一处亚马逊仓库 做兼职的捡货员 晚上把房车 停在附近的房车公园过夜 亚马逊的仓库 离杨皮尔小镇不远 所以福温经常碰见熟人 小镇的人们彼此熟悉 相互关怀 老友见到福温表示了关心 跟她说 如果需要落脚的地方 可以搬来一起住 但是福温婉拒了 自从丈夫因病去世 她就习惯了一个人 福温喜欢文学 以前经常跟老友的女儿 交流莎士比亚的作品 小姑娘直言不讳地问 福温是不是无家可归 福温微笑着 纠正了她的措辞 亚马逊的临时工 大多跟她一样 是房车客 福温在这里交到一个朋友 梅 福温带梅到自己的房车参观 给她看了一套精致的碗碟 那是福温的父亲 在她高中毕业时送她的礼物 福温视为珍宝 梅头发花白 今年62岁 她工作了一辈子 养大了两个女儿 然2008年的经济危机 让她几乎失去了一切 生活的万般艰难 使她有了自杀的念头 梅不想再为房贷工作 于是选择了生活成本较低的房车生活 梅年随着工作地点的变化而迁徙 类似这样的房车客有很多 多半是和梅和福温一样的下岗工人 他们聚集成了一个群体 被称为现代游牧民 梅告诉福温 他们每年有集会活动 让福温也一同前往 但福温还是习惯性地拒绝 亚马逊的工期结束 福温开始找新的工作 就业处的人对她说 现在的大环境很不好 福温到了这个年纪 为什么不选择提前退休 可是社会保障不到位 光靠微薄的养老金 福温根本无法生活 也正因如此 一个个像福温这样的人 选择了上路 福温没有找到别的工作 天气也越来越冷 于是她像候鸟一样 往暖和的南方行驶 她按照梅留下的地址 来到房车集会的地点 他们一起听组织者爆破的演讲 关于社会如何将他们抛弃 他们就像干重活的驼马 任劳任怨工作一辈子 最后却被放逐到草原 这种集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这些经济危机的受害者们 互帮互助 抱团取暖 在夜晚的篝火旁 这些伤痕累累的流浪者 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一个越战老兵 因为创烧后应急障碍 无法忍受人群和吵闹声 所以远离都市 开始了房车生活 一个老婆婆 因为朋友的一句话 选择了旅行 朋友买了帆船想要出海 却在退休之际得了绝症 帆船也没机会用啥 临终前她告诉老婆婆 有想做的事就赶紧去做 不要像她一样 浪费了时间 福恩在集会上 又认识了新的朋友 有75岁的老太太斯万基 还有一个热心的大叔 代夫 集会结束后 其他的房车都离开了 只留下福恩和斯万基 福恩就近找了一份临时工 工作中他看到了一些 年纪轻轻就选择流浪的人 因为借货 福恩认识了其中一个 叫德里克的小伙 还把打火机送给了他 福恩的车胎爆了 斯万基带他去换胎 作为回报 他让福恩帮他做了一些杂活 斯万基很喜欢收集石头 给福恩展示收藏的照片 但是没看多久 斯万基就突然感到不舒服 福恩给他喝了水 让他躺下休息 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斯万基告诉他 以前做手术残留的癌细胞 已经扩散到他的脑部 自己只剩下七八个月可以活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他不想待在家里或者医院 而是想尽可能多地 去完成一些医院 他打算开始一趟旅行 再去一次阿拉斯加 因为那里有很多美好回忆 阿拉斯加尔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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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斯万基希望在他去世后 他的朋友 会围坐在篝火边 把石头扔到火里来纪念他 听了斯万基的故事 福恩想念起丈夫 在最后的日子里 福恩一直在医院照顾他 丈夫被病痛折磨 靠马飞缓解疼痛 福恩有时会想 如果当初把马飞的按钮 按得更久一点 就能让丈夫走得快一点 少些痛苦 斯万基说 也许福恩的丈夫并不像那样 也许他希望尽可能久地 陪在妻子身边 斯万基去旅行了 福恩也继续上路 这段相处似乎改变了福恩的心态 斯万基对自然的热爱 和对生命的感恩 让福恩开始重新看待游牧生活 主动拥抱这趟漂泊之旅 他换上轻盈的白裙 开始观赏沿路的风景 废弃的街道寂静无声 巍峨的山川美丽如画 吃草的野牛生机勃勃 流淌的小溪透彻清凉 这趟被迫的流浪 仿佛变成了福恩的一次重生 自然的美景和原始的自由 让压抑的心变得开朗和宁静 在下一个房车公园 福恩做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 他遇到了之前认识的热心大叔大夫 大夫对福恩颇有好感 总是热情地给他帮忙 福恩在收拾东西 大夫跑过来给他搭把手 大夫打碎了父亲留下的珍贵碗碟 福恩非常生气 但是当大夫生病的时候 他还是于心不忍地来照顾他 一来二去 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 会一起去公园游玩 一起坐在草地上 边吃美食 边看美景 这天 大夫的儿子来找他 儿媳妇要生孩子了 儿子希望大夫结束游牧生活 和一家人住到一起 于是第二天一早 大夫就跟儿子回了家 他给福恩留下纸条 希望他可以去拜访 福恩继续一个人上路 没到一个新的地点 就换一份工作 他的手机收到消息 原来是斯万基发来的 斯万基已经到了旅途的终点 他拍下那个 让他终身难忘的画面 发给了福恩 福恩的房车坏了 但他付不起高昂的修车费用 修理的人建议他换一辆新车 但福恩果断拒绝 他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布置这辆房车 每天住在车里 车就是他的家 不是说换就能换的 为了借到钱修车 福恩不得不打电话 给了唯一的亲人 妹妹 妹妹同意借钱 但条件是福恩要回去一趟 于是福恩来到妹妹家 妹夫是房产经纪人 聚会上 他和朋友聊起炒房 什么时候抄底最赚钱 福恩听了很不适滋味 晚上妹妹把钱借给姐姐 他希望姐姐可以留下来 福恩年轻时 跟丈夫认识几个月就结了婚 住到了偏僻的昂皮尔小镇 很少再回家 丈夫去世以后 也一直没有回来找妹妹 仿佛外面的世界 总是比家里更精彩 妹妹对此很不理解 但也只能默默支持 福恩内心是对妹妹有亏欠的 但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她还是选择离开了妹妹 路上福恩又遇到之前 那个年轻人德里克 这回德里克也给了她一个打火机 德里克经常给家乡的女友写信 但信里的内容 总是无法打动女友 福恩建议她写诗 给她读起自己婚礼上的誓言 《沙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沙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Rough winds do shake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And summer's lease hath all too short a date And every fair from fair Sometimes declines by chance 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st 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lkest in his shade 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st 短暂相处后 两人简单告别 有各奔东西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和别离 让这孤独的旅途有了失意 福恩拜访大夫家 大夫已经彻底回归家庭 告别游母生活 现在他是个照顾孙子的幸福爷爷 大夫希望福恩留下 两个人老来作伴 家人也非常支持 福恩被家庭的幸福感染 有安稳的住处 热乎的食物 还有人陪伴 可到了深夜 他还是睡不惯客房里的床 只好回到房车度过一晚 早上福恩一个人坐在饭桌前 努力感受家庭的滋味 但没过多久 他还是把凳子放回原位 然后开着房车默默离开 即便身体想要待在屋檐下 他的心还是选择了出发 他继续上路 在海边看浪花拍打岩石 在亚马逊做单调的工作 在新年之夜独自点燃烟花 在公路上看夕阳落下 后来 那个75岁的斯万基离开了人世 福恩遵照他的遗愿 和其他人围坐在篝火边 把石头扔到火里纪念他 故事的最后 福恩回到那个 让他失去了一切的昂比尔小镇 他最后看了一眼 废弃的工厂 空无一人的街道 还有那个曾经属于他和丈夫的屋子 陈锋的记忆打湿双眼 但这一路的经历 也终于让福恩对爱人的离去释怀 他记得父亲说过一句话 回忆在 人就在 前半生让福恩伤痕累累 如今他不用再负重前行 他留下所有沉重的旧物 只带了一份轻盈的回忆 开车上路 不再回头 无一之地 改编自美国记者 杰西卡布鲁德的同名济世文学 作者和他笔下的这些美国现代游牧民 一起生活了三年 观察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记录这群被时代抛弃的底层人 不过电影并没有代表他们 去控诉无情的社会和资本 而只是静静地展现他们的游牧生活 在老无所依浪迹天涯的孤独中 提炼出一丝浪漫和心灵的安宁 他轻声提醒我们 不要因为时代在跑步前进 就忽略了这些被撞倒的人 面对残酷的现实 现代游牧民们抱团取暖 寻找最合适的生活方式 没有家的温暖 便在路上找到力量 在全世界都被新冠疫情击垮的当下 无一之地的出现 更让人感同身受 我们跟随福恩的视角 在房车里看遍山川河流 福恩会随着季节温度 如动候鸟一般地 迁徙在美国的大平原上 车就是家 成都和银河 则是离他最近的相伴 路途中遇到的人和事 写进记忆中 用诗歌送过往 有的人天生就喜欢漂泊 福恩亦是如此 他不会一直待在昂皮尔小镇 也不会跟妹妹相伴 跟大夫结合 他的生命和蜿蜒的公路紧紧相连 一辆房车 一处风景 就是他的内心家园 一开始 他是因为失去工作和爱人 而被迫上路 但最后 却是他自己选择回到路上 心态也从无妨可归 艰难漂泊 变成了不羁放纵 热爱自由 或许是因为 他习惯了四海为家 睡不惯柔软的床 或许路边的落日 比宁静的屋檐 更能给他带来归属感 游牧的方式 让他跟从前的社会生活 保持了一个刚刚好的距离 一只脚留在商业社会 一只脚踏入原始的自由 没有枷锁 没有牵挂 他可以尽情地清静自然 仰望星辰 去追寻生命的诗意 聆听内心的声音 最后 我想聊一聊本片的导演赵婷 主角福恩是一个 永远在路上的人 而这种自由的意志 其实也和赵婷的自身经历 不谋而合 主流的人群都会选择 在自己的祖国 在家乡安顿定居 度过一生 但赵婷却和福恩一样 选择去远方追寻星之所向 他在中国出生长大 14岁去往英国 美国求学 后来又去纽约追寻电影梦想 这些经历 让来自东方的他 在拍摄一部美国电影时 驾轻就熟 而这一点 也演变成一个 富有争议性的话题 接下来我要说的观点 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赞同 但我也非常欢迎 跟大家一起交流 每当有华人面孔 在国际上获得成就时 我们都会下意识地 去追溯他的国家和身份 而赵婷也不例外 我们非常关心 他到底是中国人 还是华裔美国人 国籍是中国还是美国 有人反感他一个中国姑娘 跑那么远去拍一些 讨好美国评委的电影 有人觉得他作为中国人 就应该回国 拍自己国家的电影 我们一厢情愿地 给他化地为牢 对他的身份定义 非此其彼 要么他就是一个 纯粹的中国人 要么就是一个 亚洲面孔的美国人 但其实真实的情况 是复杂的 对赵婷来说 不同的土地和文化 都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他并不独属于任何一方 他的电影 是不分国界的普世文本 而他本人 或许也是不纠结于 国籍的世界公民 福恩穿越不同的马路 去到不同的地方 正如赵婷穿越 不同的国家和文化 追寻内心的梦想和价值 福恩的妹妹 希望姐姐留在身边 但他知道姐姐属于这个家庭 但更属于他自己 所以他最终成全了姐姐 继续上路的愿望 而我们 其实也可以成全赵婷 专注于他的电影作品 而不需要给他 上一道身份的枷锁 历史上 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民族斗士 但赵婷不是 他 只是一个电影工作者 他的生命 不独属于哪个国家 哪一片土地 而是属于他自己 或者说 属于电影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好电影 欢迎订阅YouTube频道 电影时光机 我是巴斯光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